大家好 我是打獎和獎勞 昨天川普特朗普川建國同志啊 正式回歸到白宮啊 登登登登登登登 今天看到大陸很多社群平台 都在瘋狂的洗他的主題曲 YNCA 最終的票數韓國人看到 我不知道還有沒有開 應該是沒開了啦 因為我以現在的數據來說 川普最後拿到295張 哈里斯最後拿到226張 哇差距真的很大 可見啦 拜登政府這四年來 真的沒有把美國的經濟給搞好 然後戰爭的問題也沒搞好 但是啊各位 當川普特朗普贏了之後 我覺得最好笑 也就是看到這一群綠蛙 拼命的在耍寶 因為他們壓錯邊了嘛 因為近期韓國人最後也跟大家分享 因為川普特朗普 前陣子的言論確實 對於一些綠蛙來說是非常反感 尤其哇被大家 認為非常親中的馬斯克 因為馬斯克親自就講台灣就是中國 然後這次馬斯克也是非常挺這個 所謂的川普特朗普 不管兩黨都是美爹 還是會想要選擇哪一個爹比較喜歡嘛 所以這次很明顯啦 看到他們壓錯邊 然後現在啊 他們正在處於一個尷尬的狀態 他們現在不管這個綠大網紅啊 或者是綠媒啊 拼命的在那洗什麼 拼命好像要去形容是說 啊這個川普上了也沒關係啊 哦至少我們繳保護費 那我們繳保護費 他就一定得幫助我們啊 甚至我看到有一個綠大網紅還在那講 如果我們繳出去了 說不定美軍未來哦 三不五時就來 我們這個台灣附近休息一下 哎呦我的天啊 台灣被這些綠蛙 還有讀不了的這些人士 害到已經毫無尊嚴 屁股翹高讓人家操了啦 怎麼會那麼可憐啊 台灣民眾啊 今天我們明明都已經知道 我們中華民族 尤其在大陸那一方 都已經全面絕錢 你知道有些綠蛙 現在已經自我安慰到 是說啊沒關係啦 川普一定又會再對大陸 來一次貿易大戰 哦大陸這個披風景一點哦 那請問一下這四年 美軍幫台灣什麼嗎 我坦白告訴大家 因為以票數的比例來說 你看像紐約哦 支持賀錦麗哈里斯就比較高 然後加州也是支持這個 那個賀錦麗比較高 還有華盛頓 都算是支持賀錦麗哈里斯的比較高 所以有些人就去分析 那個真的投川普的階層 比較屬於中下階層 那好 那我們用精英分子的思想 當然精英分子就喜歡打什麼 打太席嘛 讓你猜不到他要出什麼樣的牌嘛 所以用另一個角度來說 民主黨相對而言可能讓對手比較不知道他怎麼樣做 那川普特朗普就不是 他可能嘴巴哇講得很狂 但是做的不一定能成 就好比他之前執政那時候搞了這個所謂貿易戰 當然大陸一定有受傷 那但是美國沒有受傷嘛 就像這次烏爾戰爭 島內的媒體很多一直是站在烏的那一方 結果到現在結局是什麼 你知道很好笑啊 最近俄羅斯啊還在搞這種所謂的 軍事體驗啦 哇操 我是講這個是一個在打仗的國家嗎 然後這幾天聽說航展 俄羅斯的飛機聽說也來了 我就想這什麼鬼 然後 近期也看到這個島內有媒體 在那講這個世界這個武力的排名 俄羅斯也排到第一了 所以真的 台灣的媒體還有這些綠營 他們講的話 真的反的聽好像都是對的 所以進入到今天最好笑的 哇島內非常多媒體 其實今天都在討論 我川普選上了嘛 那我們是不是要開始繳保護費啊 像這個媒體的標題就直接寫 川普特朗普宣布當選啦 台灣繳保護費GDP的10% 晶片加關稅問號 所以現在很多媒體的擔憂啊 因為特朗普川普在選舉前 講了一些像一上來之後 要多為他們美國人民賺錢嘛 但是各位最悲哀的來了 此時此刻啊 我們島內的大官啊 這個外部事務的部長啊 林佳龍啊 這則新聞就寫 林佳龍說啊 以美論不會成功啊 然後啊 讓美國再次偉大 不能沒有台灣 為什麼台灣已經被這些綠營人士 搞到我們還有自己的尊嚴 還有自己的顏面嗎 請問一下美國偉大 到底跟台灣有什麼關係啊 美國在過去打完二戰 很偉大啊 世界當時最強權啊 跟蘇聯在那比拼啊 結果我們此時此刻在島內的體制 那時候是什麼下場 打輸大陸現在的體制 然後到台灣 然後最後被老美背叛 然後老美跟我們斷交 然後跟大陸綁交 這就是你所謂的 讓美國再次偉大 不能沒有台灣嗎 應該把這句話修掉 應該是讓美國再次偉大 可以不用台灣啦 真的台灣有這些漢奸 當我們 哇還是部長 我覺得台灣人民 慢慢要有一顆革命的種子了 還要被他們胡搞瞎搞 然後到時戰爭 大家全台灣民眾倒楣 而且我最近真的看到太多綠蛙 是有一些那種 比較激進的粉絲團 已經開始在那說啊 如果兩岸開戰了 他們第一步就是要先去抓那一些 跟他們立場不同 或者是希望兩岸和平的人 你們這些人的信仰 害台灣變到這樣的地步 你們信仰一群騙子 然後還要今天 對我們這些講實話的人下手 各位台灣理性的同胞們 拜託 拋棄自己理性吧 他們不要讓我們活啊 那我們還要讓他們活幹嘛 我們還要讓他們繼續執政 胡搞瞎搞 如果台灣真的是一個民主的地方的話 這些權力 到底我們人民可不可以收回來 這些政治人物真的胡搞瞎搞 我們可不可以把他們的權力收回來 台灣民眾有沒有真的意識到 今天 我們根本無能為力 其實跟你們整天形容大陸的體制 好像很糟 好像人民都沒辦法 那你們講完 好像你看看自己台灣 有什麼兩樣 然後我又看到 島內的綠大網紅 他的標題就直接打什麼 我真的都驚呆了 他直接打 川普特朗普獲選啊 台灣人交保護費啊 然後啊 說啊 大陸的好運結束了 美軍駐台轟爛大陸啊 就是島內的綠大網紅的標題言論 這樣的綠大網紅已經 99.3萬在YouTube油管的訂閱 哇高韓國人非常多 然後這個影片還非常多 他的支持者還堅信不疑 到底誰告訴你 哪個美軍要駐台灣 然後去幫忙打大陸 為什麼台灣人一直要被這些人欺騙 那被欺騙我也無所謂啦 反正人就是要學到教訓 我覺得我們這年代 如果真的遇到戰爭 可能我們老了之後 非常多 可能當時 不管綠蛙啊 青鳥啊 好 他們順利活了下來 他們可能老了 都會跟自己下一代說 千萬不要戰爭 我們過去就是怎麼樣怎麼樣 為什麼一直要去選擇 這種很糟糕的路呢 就問這個綠大網紅 你講的這些話 為什麼在拜登這四年沒有做到 為什麼還要等到特朗普 川普呢 那川普又不是沒直升過 那川普前四年 請問有做到這些事情嗎 為什麼今天你們這些人 都一直要不斷地去欺騙台灣民眾 川普特朗普到底怎麼樣告訴你 他是跟你 轟鈴嗎 還是你活在他的屁眼 他好像告訴你 好像老美今天有辦法駐軍到台灣 去攻打陸方嗎 當然我也有看他裡面的意思啊 就是好像大陸你不要輕舉妄動 因為接下來我們可能給這個 特朗普川普保護費啊 就有實質怎麼樣就有保障 天啊 綠蛙拜託 念一點歷史好不好 島內不是沒有被美國背叛過耶 島內就是之前被美國斷交背叛 本來兩岸都是一個中國嘛 那我們這裡的中國我們當時走的體制 就是在追隨老美這所謂民主自由的體制啊 結果最後老美卻跟我們斷交 跟大陸邦交 這就是第一次最大的背叛 那時候很多人還去抗議 今天各位 韓國人只跟大家講實話 你唯獨跟大陸合作 不然你永遠被當成狗 來各位最後啊 韓國人給大家看看這個綠媒 昨天的爭論節目在討論什麼 他的標題就直接寫 美國兩黨啊 最大的共識就是抗中 然後川普特朗普重返白宮 接啊 這個台灣現在有人在操作 疑美論還有疑賴賴的論 還有疑川普特朗普的論 然後苗伯雅直言啊 已經由紅媒開始了 遇別讓三維一體的懷疑論發酵 你看這些人 各位啊 那就是獨裁的言論 台灣人為什麼不能疑美 美國韓國人就直言告訴大家 我們已經不要再跟他靠在一起 這個已經不是疑美論了 這是要脫離我們成為別人的 GO 的論述 你看這一些親綠的 媒體還有親綠的名嘴 他們還是人嗎 他們的言下之意就是 台灣人你繼續 只要服從我們就好了 讓他們拿到權力 讓他們拿到錢就OK了 然後 美國要賣我們武器 你要收保護費 我們也不要懷疑他 他會保護我們 請問一下 我們編列上千億的軍費 那是不是都是台灣人民的血汗錢 我們花台灣人民的納稅錢 我們還不能懷疑他 那保護費給你苗伯雅 給你綠營出啊 真的是有病